在2018年年末 民粹主义在欧洲有了新的色彩 黄色 黄北新运动席卷法国 这场抗疫燃油税的运动蔓延至法国各地 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被视为阻止民粹主义浪潮的人 他起先退缩了 延迟提高燃油税 重要之处在于民粹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卷土重来 2018年民粹主义回潮 我认为说它已经消退是错误的 它只是躲在了马克龙身后 然而2018年的民粹主义有一点不同 就是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河流 我们过去主要在东欧看到右翼民粹主义 这是出于对移民和身份问题的担忧 与此同时我们在南欧看到更多的左翼民粹主义 因为该地区受到金融危机 欧元危机等问题的影响 所以他们彼此是分开的 但是现在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 你看到左右派河流 这种联合在意大利已经出现 左翼的五星运动党和右翼的联盟党 在今年5月组成联合政府 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阻止移民来到意大利海岸 并停止削减支出 这使得罗马走上了可能与欧盟产生冲突的道路 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勒·萨尔维尼 变成了反欧盟民粹主义的标志 与他站在一起的是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 欧洲的敌人就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厅里 受到这些政治地震的影响 欧盟警告说基本的自由权受到威胁 现在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民粹主义 和毁灭性言论的死灰复燃 在人们一度认为 不会受到极右派政治势力影响的西班牙 民粹主义的声音党正在壮大势力 这些政治运动会一直存在 它们会存在几十年 但是民粹主义也有竞争对手 2019年民粹主义势力将目光集中到控制欧盟本身 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布鲁塞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两个月 大事